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我是明鏡 今天來跟大家說一下馬克龍訪華之後說了些什麼 中共軍演為什麼不敢發射導彈? 中共要求全國學習習的評著作 美軍驅逐艦進入南海自由航行,共軍不滿 法國總統馬克龍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三日的國事訪問 7日馬克龍現身廣州 習近平在當日下午在其負責中分的故居邀請馬克龍品查 中共官媒報導的影片顯示 有專人在會客廳演奏古琴曲《高山流水》 習近平的用意很明顯 那個就是習近平可以和馬克龍成為之音 中法關係可以再進一步 在美國強力施壓中共的背景下 北京希望拉攏馬克龍達到分化歐美的目的 馬克龍今次和習近平歐隊的訪問之旅 實際上是因為他自己深陷經濟困境 他想為國內退休金改革的亂局解套 他今次的訪問收穫頗豐 他帶著一個大型商業代表團訪華 其中包括空中客車公司 和核能生產商法國電力公司 他在訪問期間簽署了一系列的協議 領了數百億的大單 在回國的飛機上接受媒體採訪時 馬克龍語出驚人 針對美歐聯盟、台海危機、 能源依賴和去美元化等問題 他的觀點幾乎完全和中共一致 瞬間令網絡炸煲 馬克龍表示 歐洲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亦都要避免因為台灣議題被捲入美中衝突 他強調歐洲要戰略自主 不應該成為美國的附庸 我們見到法國再圍援了烏克蘭最少的國家之一 自己無法大連北約 抵擋俄羅斯的侵略 依靠美應對烏克蘭的大力援助 斑回了局面之後 馬克龍轉身又說 我們帶歐洲不能依賴美國 可以說 這就是一個政治的投機主義者 美國以及中歐和東歐的外交官和議員 都評擊馬克龍對北京態度軟弱 對美國的態度令人擔憂 美國聯邦參議員馬可·努比奧 在推特上發布影片說 馬克龍在中國進行了六個小時的會談之後 和記者說歐洲應該與美國保持距離 在台灣問題上不應該參與支持美國 努比奧說 現在是我們質問歐洲的好時機 馬克龍是代表整個歐洲去說話嗎 馬克龍是現在整個歐洲最高的領導人嗎 他現在是歐洲最有權勢的領導人嗎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就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首先歐洲特別是法國 70年來一直嚴重依賴美國 來加強自身防禦 事實上 當馬克龍試圖扮演全球超級大國的角色 向北非派遣軍隊打擊恐怖分子時候 他甚至無法將自己軍隊送到那裡 而美國不得不用飛機把他們帶到那裡 再把他們帶回法國 因此如果馬克龍要自己解決軍事問題 這樣將會為美國折省大量的資金 至於馬克龍說 歐洲不要介入不屬於我們的其他衝突 美國需要問歐洲 馬克龍是否會代表歐洲說話 因為美國現在大量參與烏克蘭問題 我們在一場歐洲戰爭上 花費了納稅人大量的資金 我都贊成這樣做 但如果馬克龍代表整個歐洲說 歐洲不會在台灣問題上捲入美中衝突 這樣或者我們美國都不應該幫助歐洲解決俄烏戰爭問題 這樣我們美國將專注於應對中共對台灣構成的威脅 你們歐洲自己去處理烏克蘭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搞清楚 馬克龍是代表馬克龍說話 還是代表歐洲說話 華爾街日報發布了一篇社論指出 馬克龍說他希望歐洲減少對美國武器及能源的依賴 這個想法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馬克龍要怎樣花錢和改變政策 來彌補美國退出後歐洲所面臨的局面呢 禁止環台軍演和去年8月相比 中共取消了導彈試射 可能擔心政治影響太惡劣 亦都可能怕不擊在這個區域的山東號 或者是幾方的其他戰艦 去年8月中共環台軍演時 先在台海周邊海域試射了11枚導彈 其中有5枚落入了日本專屬經濟區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一種可能是中共故意為之 另一種可能就是中共的導彈射偏了 如果是後一種情況 中共這次軍演當然就不敢再試射導彈 這樣都無形之中洩漏了中共攻台計劃的一大缺陷 軍事評論員岑周澤民表示 如果中共火箭軍的導彈射偏率較高 為了防止被誤擊 中共海軍就不敢提前部署 而只可以等到導彈攻擊完成之後 才前往部署地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共的攻台計劃就存在嚴重問題 在導彈攻擊之後 中共海軍還需一段時間才可以到位 這樣一來 中共軍隊就無法做到突然攻擊 台灣軍隊可以充分利用這個空檔期間 將部署防禦或者發動反擊 中共的導彈技術主要是來自於俄羅斯 在俄羅戰場上 俄軍導彈時而偏離目標 中共的導彈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實戰當中 美軍和台灣軍隊都將會實施電磁干擾等手段 中共導彈的射偏率可能還會增加 中共航天運在火箭殘骸類似無法控制落點 甚至不能準確追蹤軌跡 常規導彈的技術只可以更差 這個缺陷可謂相當尷尬 也有夠滑溪 日前 中共下令全國學習習近平著作選讀 簡稱集選 將此作為中共政治上一件大事 還要求各高校將它作為學習教材 專家指出 習近平這樣是要通過認真學習 縮稱異己 挑選家勞官員 純化全黨全國 書立習個人權威 據黨媒新華社報道 習選分為第一卷和第二卷 收入了習近平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間的著作 是學習習思想的權威教材 在中共兩會上 習近平獲得三年任 大權獨攬 習近平的人馬控制著中共黨、政軍、核心機構 目前 中共官場充值著阿瑜奉承 太監攬權等的亂象 很多賣力表忠者順利上位 對於這場吹捧習近平的運動 時事評論員岳山表示 這個是違背天理 會加速政權的敗亡 中共越搞 人民內心就越不滿 表面歌頌 內心就罵 就好像夏季統治時期 百姓指著太陽說 時日學喪 遇及如皆亡 意思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滅亡 我願意跟著你一起死去 人心盡失的結果 就是政權暗台 北京智春榮耀主編胡平表示 這個完全就是模仿當年毛澤東 全體人民都學習毛澤東著作 學習毛澤東思想 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有些說話都是抄當年毛時代的 因為又不好意思完全重複 稍為在字句上面做了一些的改動 毛澤東時代曾經一度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 他們真的被洗腦了 問題是現在還有誰會信這套東西呢? 你只可以逼著大家 口頭上假裝跟著你說 你要別人思想上接受那一套 是絕對不可能的 加拿大華裔作家勝雪 對希望之聲表示 習近平覺得 唯一能夠超越毛澤東的 就是打台灣 因為統一台灣這個口號 由中共驗證一直叫囂到現在 而是之前的任何一屆中共領導人 都是無法做到的 包括毛澤東 習近平在這件事上 有一種妄想式的執著 所以台灣的安全問題 現在是非常關鍵的 為了報復蔡英文和麥卡錫會面 中共在台灣周邊地區 舉行了為期三日的軍事演習 外界指責北京反應過度 是習近平決策上的失誤 10號中共環台軍演進入到第三天 美國海軍宣布 低屬第七艦隊的米尼阿斯號 導彈驅逐艦進入到南海美濟礁 12海里以內 執行自由航行任務 這也是該軍艦 不夠三個星期之內 第二次進入中國所稱的領海內航行 中共軍方說 這艘美國軍艦未允許 非法闖入南海美濟礁 鄰近海域 美軍第七艦隊 在一份聲明中說 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好像美濟礁這樣的島礁 在高潮時候淹沒在水下的 不能產生領海 因此 美軍在美濟礁12海里範圍內航行 是正常行動 中共軍演的最後一天 中共出動了大批的空軍力量 由多方向對台灣實施嚴密封控 就連中共第一艘國產航母山東號戰鬥群 都參與了演習 與此同時 台灣的海風導彈部隊也進入了陣地 而且雄風反艦導彈也待命追苗 通過聯合情報追蹤 時時掌握海上敵情動態 全天候保持高度警覺 一位日本政府高級發言人表示 日本一直在關注中共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演習 並且緊急出動航空自衛隊戰鬥機作為回應 解放軍今次出動的艦機規模龐大 而且參與戰場和軍演的戰機加為實彈掛載 因此演習隨時可能轉變成為實戰行動 中美雙方戰火一觸即發 美國政府表示密切關注這場軍演 並且出動了八揚座偵察機 波塞頓偵察機 還有多架次秘密軍機也前往演習圈周邊 呼籲北京克制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看風雲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